祝你弟兄姐妹平安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时间过得正快 我们已经迈向了第四个星期 也是最后一个星期了 那我还没有教导之前 好不好我们一起复习 我们所学习的三个灵修方式 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阅读反思 阅读反思就是你阅读的时候 你同时你反思 第二个是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就是你把你自己放在当时的处境里面 来思想神的话 而第三个也是上个星期 我们所学习的信心宣告 信心宣告就是你把一节经文不停的宣告 直到你里面的信心被主提升 这个星期我们就会学习第四个灵修方式 那就是自问自答 自问自答是什么呢 那自问自答就是你从经文中你找出真相 并且应用在神生活里面 就好比今天我就给大家第一节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的15章第12节 约翰福音的15章第12节就告诉我们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每当我读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就会问我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就会问 是不是神的应许 我需要宣告呢 还是第二个 这个是不是神的命令 我需要遵守呢 还是第三个 这节经文是不是神的警告 我需要悔改呢 所以当我读的时候我就在讲 嗯 这节经文应该不是神的应许 需要我宣告 也不是神的警告 我需要悔改 而是什么呢 神的命令 我需要遵守 既然我知道这个是神的命令 我需要遵守 我就要懂 我要明白 我要如何活在我的生活里面 所以神要我彼此相爱 这包括我的家人 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邻居 简单来说神要我爱每一个人 无论是 喜欢我的人也好 不喜欢我的人也好 我都要学习彼此相爱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 是否有哪些人 也需要你的爱呢 比如有些人讲 我需要我的亲戚 再次和我一起的复合 还是有一些的同事 尤其是 你知道有些同事 在你后面一直讲你坏话的同事 神也要你学习 饶恕你的同事 我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Amen 那么弟兄姐妹 我知道这节经文 这个功课不容易 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 是因为神性爱我们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拯救我们 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 从一个罪人 成为一个义人 因此我们也要学习彼此的相爱 弟兄姐妹 就轮到你了 约翰福音15章第12节 你要如何自问自答呢 当你看到我讲义的时候 你会每天收到 我一节的经文 和一些的反思的问题 为了帮助大家 在最后 你也会找到所有的答案 我怕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 热爱神的话 活出神的话 Amen 一起加油啊 耶稣爱你 隔右足 隔壁 隔壁 感谢观看